哈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 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8点 FM96.7 环宇广播电台线上充电站节目 我是主持人谢文献献哥 其实运动总是为激励人心 在台湾这几个月 疫情影响非常非常世气低迷的时候 运动员在运动场合上面的 激励人心的故事 总是可以为台湾的人民注入 非常有力的这种力量 不管你现在生活过得好不好 我想运动是一个可以激励人心 最好的方法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位好朋友 他不只可以激励人心 还激励了我 还激励我周边非常多人 最重要的是 他根本本来就不是这一挂的运动员 你可以想想看60岁 你能够做什么 在家里安心养老 还是60岁种花种草 他60岁可以参加 超级铁人三项226的精彩表现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曾文成真公 欢迎真公 大家好 献哥好 我真的有记忆到你吗 你有开始在动了吗 因为真公他是说 他53岁的那一年 开始去跑步 我今年就是53岁 我心里面暗自在想 这一本该不会就是写给我看的 好这本书非常的精彩 书名很完整 叫做60岁的 我也能完成226超级铁人三项 曾文成真公是知名的棒球球评 从中华职棒杂志 一直到这个球评一直这个年代 只要看棒球 每个都认识他 这段各位Google去查就好 我就不再跟各位多讲 我们先想想先讲讲 53岁的那一年到底发生什么事 基本上我在另外一本书上面也讲 就是说 书名也可以讲一下 环岛浪漫 那本书是谈我一个人去徒步环岛 三十几天 三十五天八百多公里 八百多公里的故事 那我上面写是说 第一个25年努力学习 第25年努力的工作 那到了第三个25年 是努力的要做自己的 喜欢做的事情 那当时其实没什么概念 我三岁那一年 其实还在很多的事情 填满我所有的空间 那事实上在ES边 有一个行销Mia就说 曾公曾公 我们帮你报了一个台编码 我说 那时候刚比赛结束 刚出了转播室 这个头脑不是很清楚 马拉松是什么 然后九公里 九公里是什么 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当兵最讨厌跑步了 五公里就快死了 你要叫我跑九公里 其实我可以推掉他 那一推掉 我觉得 我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因为他是晚辈嘛 你推掉他 大概会免讲你 我甚至瞪他 他大概说 那算了 我们还没开始报 但是我觉得 那试试看好了 当时想就说 基本上我有一定的知名度 我自己清楚 但也不是所谓 但是我觉得 如果跑在路上 人家说 你是某某人 怎么在用走的 所以对我来讲 是有点尴尬 所以我想试着说 我跑跑看 那一开始跑 一开始一公里 两公里 其实非常痛苦 真的非常痛苦 那其实那时候 已经是冬天了 就是九月 大概气温算低的 可是练起来 对当时的我来讲 我觉得 我真的很辛苦 可是慢慢的 当你一步一步完成的时候 后来就说 好像九公里 至少我可以跑跑停停 我可以完成它 那我就说 那OK了 那书里面有讲 最后是乌龙咪亚说 我没有报到 我说这个很好笑 我就说 你没有报到 那时候的压抑 跟他当初说要报 其实是一样 但是我觉得 慢慢不是完全的 但是你跟我讲说 我开始练 然后就体会到 跑步的好处 我觉得是骗人的 那基本上我觉得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就慢慢的慢慢的开始练 然后跑过那一次之后 我觉得 有没有可能 我在一个礼拜中两三天 成为一个固定习惯 那我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很幸运的是 我们家里提防很近 在拥合 对 不过这句话有疑病 有些人门口有公园 他还不会动 那我基本上 我觉得当你想动的时候 我觉得开车你都会想要去跑步 开完车之后 然后找个地方跑步 那得念独后 我们家前面就是合并 就开始练 开始练 那在53岁那一年 我有非常重的 转播的工作的loading 那我有自己的运动网站 那在初音乐也大波 这本书也其实说 我想最大的要传达就是 没有不可能 不管你几岁 不要连龄 限制你的想象 是 对对 我们说贫穷限制你的想象 的确如此 就是一辈子你也不知道 二三十万的包包 你会多有钱 二三十万的包包挂在身上 到底什么滋味 为什么有人花这么多钱 要买个包包 你难去想象 但年龄不要限制你的想象 就是说 我现在多少岁 你现在即使是70岁80岁 你也可以去玩 那个线上游戏 有什么不可以 你也可以去看漫画 都是OK的 所以在当下 我就觉得loading很重 然后我就开始 每次跑完 过程中都很辛苦 结束之后都很轻松 我到现在都有一个习惯 即便前两天我才去骑外骑100公里 就是我都在跟自己比说战 就是对自己一个肯定 我觉得你可以从任何地方可以获得肯定 你可以下平100万 你也可以获得肯定 但是这个是非常短暂的 我是没有下平过100万 但是我猜啦 应该是非常短暂 但是如果跑步你是可以重复 今年的累月 跑鞋再贵也不会超过10万块 好是说 应该没这么贵 对对对 几千块就打死了 不得了 对几千块打死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另外一个肯定 所以我想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好现在真工聊这个跑步或骑自行车 他刚刚讲骑自行车骑100公里 好像轻轻拆一拆就100公里 可是你一开始肯定没有那么厉害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226到底是什么东西 由真工的口中来跟大家讲 大家会比较清楚什么叫做226 我简单讲一下 书里面也有写 对对对 简单讲就是3800公尺的游泳 然后接着下来你要骑180公里的自行车 然后最后是一个全马42公里 我在很快讲 我在书里面形容就是 你要先下水 我不是真的在日夜潭 很多人看完书怎么奇怪 还在讲说我从日夜潭下去 不是 台中摸水户 对对对 事实上他的举例就是日夜潭有一趟 那其实日夜潭一趟还不到3800公尺 对对对 超过日夜潭你上来之后 日夜潭是在浦里山上 从浦里开始骑脚踏车骑到新竹 然后新竹你放完脚踏车 还不能休息就开始跑步 跑到差不多先隔他家 所以这就是我们 真的笑 那一天226公里的重长 那一天完成 我第一次跟人家讲说我完成226 那说那是什么意思 我说226公里 很多人问我说要分几天完成 说没啦 一天一天就要完成 刚刚书里面其实有提到两个人物 因为这两个人物刚好我都认识 一个是知名求贫拉拔潘中伟 另外一位是乌以馨 这就是他也是罕见疾病 因为他爸爸乌爸也其实也跟我蛮熟 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 靠了一些支撑的力量 勇敢往前进 不管你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别人 刚刚曾公宜讲说你手上写了拉拔这个字眼 后来你去徒步环岛 也是那个时候他还没发生事情吗 我是在一日北高的时候 一日北高的时候 从早上四点从 我看你自行车后面去 对对对 我自行车是早上八点开始骑 从那个新北巴黎骑到高雄左营 就一天骑完 那时候他刚出事没多久 那我觉得我需要一些激励他的话 那个字是我太爱写的 然后就缝在车衣上 车衣上 对对对 那拉拔潘中伟大概我们有看中华职棒的人都知道 因为拉拔好像是住在新竹嘛 对对他在书北 对他住新竹 他是两年多前因为生了病 然后非常的严重 我们在脸书上大概就只能也是隔海这样子 给他加油打气 谈谈你跟拉拔的渊源 认识的渊源好不好 我常 第一个我是开玩笑讲说 拉拔还好你是最近几年才出来 你早几年出来 我一定没工作 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教练也好 球员教练也好做球员这一块 我个人这样讲 就是我个人的意见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多数都认为棒球他都懂了 这是我觉得是干嘛这一行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你以为你都懂了 我想没有这回事 棒球非常深 那拉拔是一直在学的 那即便是他是球员退下来 他非常肯学 那做人处事 那各方面也好 我这个人大概没什么太多的优点 我也有点就是很给年轻人机会 我很喜欢鼓励年轻人 所以我们常相处 对他来讲 因为他经历这么多这个辛苦的 晚上播 隔天又要播 那个段日子我也熬过来 所以我跟他讲说 你身体要顾 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样才路走了远 既然发生了 我觉得他常常偶尔分享那个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我跟我太太讲 一句话很实在说 你不要告诉我世界是公平 世界绝对是不公平的 你看他把这样这么好的 这种病就是找他 最好都不要找任何人 但是我就说几千几万个人就偏偏挑他 所以过程当中 我这次结束我也去跟他分享 他也跟我讲说 他最近的状况 那要剪了 然后开始有一点可以出去走路 他现在日行万步 对对对 一个目标嘛 那我就觉得哇好棒 就是还是很期待他早点回来 另外一位是吴以馨 吴以馨他其实是罕见疾病 所以曾公也跟吴以馨有收视 我倒是不认识他们家人 但是我有亲自去看他的画展 那一天刚好 他是一个说字论文的口识 对对 那他爸爸代替他回答 那他其实已经比较没有行动能力了 那他妈妈还盖着氧气罐 那我这个人是哭点很低的 就是说看那一刻我就真的 我一直忍一直忍 我真的差一点 因为我家妹妹出生也不是很顺利 所以我就可以感受到父母亲对小孩子 而且他们是而且是两个都是同样状况 我就觉得到底天哪他到底怎么样撑下去 所以我就离开那个真理大学的时候 我就心里就觉得隔一阵子我就要去挑战二流 我就说我要为了不能跑的而跑 因为相对拉拔或者吴家受的苦 我们这一点其实根本就是一点 真的完全还不上 对对对 好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曾文成真工 不要让他这个在这里泪崩 因为我就我会帮你转告这个乌霸 也鼓励一下乌以欣乌以诺 他们这一对姐弟能够好好的继续走下去 那也祝福拉拔跟现在在受苦受难的朋友们 我相信黑暗总是会过去 黎明总是会到来 我想曾文成真工这本书 60岁的我也能完成226超级铁人三项 用最后真工送给我的一句话 也勉励在座各位收听这集广播的节目的朋友 很多事情没有不可能 我相信你是我也是 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告一段 谢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